聽說中藏一年兩百萬 因為這些東西我是不能跟你們說的 肥豬為什麼人家不去 我本來這個東西是不能說的 但我是跟你說 他不去的原因真挺搞笑的 我這不能說 這個說了之後 不行 小孩退役啥呀 小孩14號還是多少號 不是去那個慢腳直播嘛 因為慢腳那邊可能要搞這個 要要要搞格鬥 很多人都去了 什麼小丁啊 小寶啊他們 羊面啊 還有東張啊他們都在那邊 我去不去啊 我不去吧 我合同沒結束 到時候可能小小鴨金鴻 東京他們 他們都去吧 跟你說去到那邊還是九七獨大 懂不懂他們那種呢 基本上是為了爭國際榮譽的 但是看的人還是看全黃九七的躲 在國內你正常做的話 沒有人什麼能做得過全黃九七 這款遊戲 但是他們那邊 待遇給的挺挺好的 人家不要肥豬 肥豬太醋了 聽說東張一年兩百萬 你哪幾 兩百萬啊 兩百萬名比就有了 這東張搞得好一點 一年 那邊掙個一百萬 這個倒OK 哪有什麼兩百萬 這是吐聲牛啊 我財富自由嗎 我財富真不會有什麼財富自由的 以前掙得到錢啊 那也揮霍了呀 最終沒有留下太多啊 沒有什麼財富自由的 沒有沒有沒有 但還好吧 我這個我又不偷不強 我靠著你雙手 打破家圖吃壁 哎呀這個 他那個我不知道怎麼說吧 是因為他不是有那個 煞車電競要進來嗎 然後 這一邊呢 就想做這一塊 懂不懂 是因為有那個 利亞德 利亞德那邊的那個 電競要過來 要要要要要做這個電競 然後呢 有人就想做這一塊 然後大家都一起去做這個唄 其實97相當於是副項目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97主播 如果去到那邊的話 其實是相當於是一個 副正的 主要呢 人家還是以街霸為主 但是看的確是97的多 明白了吧 因為97他給帶很多 流量過去 但我這 怎麼跟你說 97過去直播呢 相當於呢 是為了帶人氣 懂吧 但是呢 他看的人又是最多的 這個就很尷尬 本來是一個 當陪跑的 誰知道這陪跑的 比冠軍還跑的遠 就很很尷尬了 那問題是 對 慢腳呢 他可能大概是 大家想到 看格鬥 哪裡高手多 然後第一時間呢 就會想到慢腳 而不是會說想到抖音 他別的可能 做的不是特別好 但是他有一塊 他起碼說 可以比別人強的 但是講實話 去到那邊的話 真好吧 就有 起碼有一個很不錯的薪資 還有一些很不錯的待遇 因為這些東西 我是不能跟你們說的 但我就這麼跟你說 如果在那邊 打 打 打拳呢 肯定要比在拳王打拳 都要 都要好 我什麼時候去啊 別急 鬥魚其實也很好的 其實我現在我在鬥魚 工作是 沒什麼錢的 但是我覺得吧 還好 習慣了 講實話 已經習慣了鬥魚 我就很怕去到 如果去到別的平台 我不能互動 我就覺得我 我死了 肥豬為什麼人家不去 我本來這個東西 是不能說的 但我就等於說 算了不說了 這D挺搞笑的 他不去的原因 真挺搞笑的 我這不能說 這個說了就不行了 反正他不看 他不記得理由挺好笑的 就比如說 豬頭肉5塊錢 你要賣20塊 太過分了 對這個觀眾就說對了 這個叫做 天下 天下其語了 這個這個觀眾說對了 豬頭肉20塊一斤 人家覺得只值5塊 灰灰劇談 談到了10塊 但是 維豬覺得不對勁 不行 對這個觀眾說對了 灰灰也沒有120萬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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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灰灰沒有這麼高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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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你這個說的這個太誇張了 不過講一句實話 其實本來這個錢挺高的 但是他不滿意耶 沒有人有100萬 除了小孩 兄弟肯定得有100萬啊 兄弟沒有100萬 玩個毛啊 不過講一句實話 我覺得講一句實話 40萬其實一年挺多的 你葉芬你在那邊 你今天把那個匕首給打破了 你能打多少錢 今天打贊助 是吧 真可以的 講實話真可以的 說本來人家就不給了 那麼多人家 灰灰去幫他談了 都談好了 然後他覺得不行 他想跟灰灰一樣 然後別人就說不可能的 然後他就覺得 給少了 他就不願意了 真的講一句實話 我覺得真不少 真不少 我覺得真的不少 真不少 很多 你們不用問我 能剩下 這個我的工資 我沒有工資 你不用問 你不用問 我沒有工資 不用問我 你別問我 我搞慈善的 我公益直播 你不去搞點其他的副業嗎 我們這種哪會什麼副業啊 老老實實的掙點錢 然後純銀行吃點利息啥的吧 還搞副業 搞個P啊 別想到那些有的沒的